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完美的 但是他爱上了没有担当的小男人赵世勇 有责任感没有本事的赵世勇 却会出轨也是渣男必备了正威都说 你再也不能惯着你 人家赵世勇了 但是转发永远都是一副很淡然的样子 对于男友出轨 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既往不久 下不为力甚至陪行敌去打胎 连小三都看不下去了赵世勇他配不上 你后来软婉怀孕告诉赵世勇时 他惊慌失措 一点都没有要负责的意思 软婉只能苦笑说 没怀孕 我骗你开心的 最后他们还是没有在一起 软婉怀着赵世勇的孩子 嫁给了只见过六面的吴江 却还是答应和赵世勇一起听演唱会 在奔赴约会的路上出缺祸身亡 所有人都觉得赵世勇扎软婉傻 可他大概说出了真理 碰到爱情没一个女人 有智商 后来爱情变质 他不是不知道 可他始终忘不了初恋的味道 他的死扎人心疼 但执念也决定了他没法 活到不如青春永驻笑人情侣 说过说赵世勇一 开始就配不上软婉娜发回和陈勋至少 还是赏心悦目的陈勋是 看了阳光的大男孩发回 是那项温柔的小女生 在我们看来简直是绝配高中时 陈勋习惯了关心方回 习惯睡前给他发短信 习惯了他在身边上的大学后 陈勋身边又出现了活泼开朗的沈小棠 更显得方回多愁善感 情绪多导致两人矛盾 误会不断于是两人在分手的边缘徘徊 后来陈勋跟沈小棠同俊方回知道后 心如刀脚质问陈勋 知道心痛的感觉 方回知道陈勋和沈小棠 已经发生关系后 就跑去跟学校著名的炮王室的 还成为炮王炫耀的资本 陈勋说我和沈小棠是因为我爱他方回 却是在遭见自己 还因为这一次导致怀孕自己 去打胎虽然有女主光环 但珍珍的 是反面教材吧 主动求婚 悲剧这个相似度跟开篇 那个新闻可以说非常高了 周迅饰演的威家穿婚纱 一路狂奔 满脸都是喜悦出现在男 有的毕业典礼上向男友求婚 还记得他求婚时 说的那段话无论有福 还是更有福富裕 还是更富裕健康 还是更健康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会爱你终成愿意珍惜 你知道死亡吧 我们分开换来的不是男友的感动 而是惊慌失措 然后两人分手气哉 急下子就早更了 于是茶不思饭 不想整个人都没有精气神 完全是失恋女生的典范连公主 都不要了 只是后来的他才明白这场恋爱 就像拔河 我们都希望对方爱自己更多一点 拼命想要赢得比赛 但是我忘了在绳子的那一端 如果对方先放手了 你只会摔在头破 却留我在这个梦里沉睡了七年 醒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到达了彼岸一江情愿之青春 二的扑街是众所周知的 刘亦飞饰演的苏润锦 被指太过吴亦凡的演技也不敢攻为男 女主双双被逃也是很逆 反而使从女二墨玉华身上 感受到扎心墨玉华家境不好 为人低调 其貌不扬 但是学习用功 是优等生踏实 聪明 努力是个好女孩平凡的 像个灰姑娘 却没有灰姑娘的运气 是个小透明的 她偏偏喜欢 上了外表风流倜傥 内心缺乏关爱 还不懂爱 与责任没有长大的富家公子周紫义 爱上 一个风流男并用一生去缅怀她可悲的 是 还成为她的炮友 但即使是打她 也都是在周紫义的车里 车阵这个渴望被爱的少女 终究没有被好好尊重过 也没有被好好爱过 长期 她有也没 变成男女朋友 后来遇上光彩照人的 陈杰杰周紫义 一无反顾 就跟她结了婚 所有人都大骂周紫义 扎为墨玉华不值对此 她只是说她没有错 只是不爱我 我们都觉得 这样真的值吗好女孩 只得到一个好子 按照一个人 没有错 但为了她忍气吞声 降低底线 就是自己的不对 可是再选一次人 然有很多人逃不过 大概就像墨玉华所说 有时候理智 叫我们做一些清醒正确的时刻感情 偏偏一道而行 亲吻爱情 持有酒杯 这几位女主 都是用召见自己来成全爱情的 其实她没有做错任何事 她不过就是因为爱上你 所以比你卑微 比你渺小 被你亲密 被你看不起 被你不珍惜 他们的故事都很扎心是不是 但现实生活中爱而不得 爱上渣男渣女 分手后还去挽回的大友人在 他们分手后往往长期纠集于就爱 难以脱身 还容易做出点傻事而来 没有自尊的挽留 Abb那女 我要打电话给她 那头是她跟另一个女生的嬉笑声 她说不是女朋友 然后她把电话挂断了 我也再没拨通 我在她面前卑微了千万遍 三年的感情不及人家女生的一句陪我 Abb斐奇天天偷看微博 一个人脑补各种画面 还以为人家也一样难过 还发私信给她求父和Abb懒懒的 可小姐一把抓住墙紋 被推开 然后他骂我恶心 都分手了还请他我假装被推的撞到旁边的柱子 捂着腰哭 他一直说我装 说他再也不信我了 该说嘛呢 就最近有一个男生 聊我 我没有谈过恋爱 还算是有一些事 交恐惧症 然后我就自作多情 以为他喜欢我 之后慢慢喜欢上 他呢 其实他是有女朋友 他全程逗我玩 我很可怜 更不对全班都知道 他在逗我 所有人都没告诉我 我还写了 一千八百多字的毕业证言 给他呢 我可以脑补他爆笑的场面 我很可怜 对不对目里早遇天 共探事业很容易走火入魔 对方有新婚或者家庭的话 真的不要再去打扰了 说非我不娶的人 是你转眼就突然和别人在一起的 也是你在一起这么久的感情 我傻 傻的信了你说今年订婚的话 结果你要和别人结婚了 而且全世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 这连一个理由都没有 我就这样被你抛弃 祝你幸福 我曾斥成天真 爱过你 爱情方好 大SY其实杰操姐跟小仙女 十一都觉得现在不喜欢看青春疼痛电影 也越来越不买账 因为不会再被自己伤害 自己感动自己的行为 所感动能感受到的只有不值得 但爱对了是爱情 爱错了是青春 谁的青春没做过几件只感动自己的事呢 来来来 讲出你的故事 撒娇 作作 装脆弱 不晒太阳不吃饭的大S 究竟是在招什么人设啊 张欣逸 我离不婚 不金贵了 I am a第一美女 只有她有资格来演